銀徑灣現在做的三棟是53平方一個住宅式公寓 也是聞水聞煉 這個稀缺性在十字門片區來說 真的只有三棟有這個回應 所以說現在三萬元就去上車 我個人認為是非常值得考慮的 現在一看下來就是一個非常棒的山形 是不是在香港很少可以看到這麼棒的景觀呢 有山景不重要的 最誇張的是山景連上一個澳門的浩江峰雲 這個回應的景觀是望到澳門的電視塔 這個除了可以看到澳門的電視塔 低樓層都是看這個畫法的圓含 非常棒 綠化也非常好 開團啦 街氣時推出 兩天一夜珠海中山看樓層 全程零費用 行程包括 特色美食 4A溫泉度假體驗 露營燒烤 入住五星級大酒店 最後還會帶你實地考測 灣區順盤 穩健投資收益 成熟配套延樓 旅遊度假勝地 這麼多選擇 還有一款適合你心意 逢周六上午十點 會在港珠澳大橋口岸集體出發 詳情請查詢我們報名熱線 66-06-0120 66-06-0120 更快點拿起電話 撥打連是我們 歡迎收看家有喜時 家家有喜時 Hello 大家好 我是今期主持 行標審 今天帶大家來到 珠海灣仔十字門CDB片區 地鐵上蓋物業 就是我身後華法琴奧中心 華法琴奧中心 今次推出了一個 五十三平方的稀缺戶型 相信有關注過珠海樓盤 都知道華法這個開發商 是珠海的龍頭企業 它打造的一些項目 都是一些大型的面積的住宅 以及十字門片區 周邊的項目都是一些大型的住宅 而五十三平方對於這個片區來說 是非常之稀缺的 到底是否真的有五十三平方的 一個住宅式公寓 而且是七十年產權的 立即帶大家去一探究竟 現在來到琴奧新城 華法琴奧新城的銷售中心 我身邊這位就是這裏的銷售 Kiki Kiki同工授大聲師傅 Hello 歡迎了解琴奧新城項目 我有這裏的事業顧問 大家可以叫Kiki 現在我們先看看這個大珠海區域圖 好 時間交給你 這個就是整個珠海區域圖 好 這邊就是鄉州區唯一的市區 西區就是斗門金灣 項目就是這個位置 綠色筆的這個位置 琴奧新城 北邊就是高山區唐間 南邊就是橫琴 東邊就是澳門 再往東邊這條就是港珠海大橋 項目到港珠海大橋 左手澳門右手橫琴和橫琴一河之隔 和澳門的話最近距離是200米不到的 我們可以關注整個項目這裏 240萬方 入面的話是有70萬方商業配圖 20萬方的華法雙刀 整個珠海最大的雙刀 明年都會全部提入使用 我想問一下華法雙刀 一期還是二期 是的 一期的話 一期的話 今年6月30日已經全面提入使用 它裏面有這個榮旺超市 都是在我們的6月30日正成一個營業的 這邊剩下的話 明年都會全部提入使用 這個整個篇圖 剛剛講到的學校的話 這個小學已經提入使用了 十字門小學 我們再分開項目的本身 我們現在主要賣景灣 主要是我們銀景灣 五十方的細單位 也是城外區唯一可以做到五十方 一房一廳兩百萬左右的一個總格 就是細積單位 細積單位 標準的一房一廳大陽台 大景觀陽台的就是我們這一棟 五十方的單位 就是這裡 大概是住宅來的 不是公園的 70年產權 70年產權的住宅 民水民電 明水民電 燃樓 是帶有學區的可以落戶的 回來這邊叫四季風景祖團 現在買的是三房兩位 和三房一位的產品 再過來就是這邊 國際半島 因此只要推介的是 靠山衣山而建的華府項目 單位就是140度 280八方 這是大積單位 大積單位 是改善住宅型的大單位 靠山的看山景 是的 整個騙區主要的話 基本已經全部交吉 紅色牌子已經全部交吉 整個騙區的話 到今年年底的話 基本就已經全部交吉 和賣光了 所以現在剩下銀景灣單位 五十方是非常稀缺的 原樓負手 即是在騙區來說 其實已經是稀缺營 稀缺營 整個騙區唯一的一個 五十方單位 只有我們銀景灣 而且是住宅 存住宅 其實都可以看到 整個十字門 包括金融島 都看到建築標誌的建築物 都是華發的 華發的 譬如這個是珠海中心 珠海中心 也是華發起的 上面有我們國際品牌酒店 因為現在酒店也是這個位置 還有樓下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站在旁邊 國際會展中心 沒有人流量的話 大概是一千萬左右 接大量的 這個就是華發起的歌劇院 基本每個月都有大型的一些文藝的演示 包括明星和演唱會 都會在這裡 這邊的話就是國際會展中心的二期 國際會展中心 對 現在已經全部起好了 已經準備投入使用 即是我們看到 十字門 我們這個項目 就位於這個十字門 一個CDB的位置 是的 面臨著對面就是一個金融島 金融島 非常熟悉的橫琴 橫琴現在跟澳門 已經形成了一個深度合作區 是的 也是一個自謀區 這個位置是非常OK的 OK 我現在就帶大家上去示範單位看看 OK 還有一個查明一下 我想問一下就是 這裡 即是說這個 陰景灣 三棟的單位 它的軍價大概是多少呢 軍價至到來的話 大概就是四萬左右 主要就是看樓層看朝向 哦 看樓層看朝向 是的 據我了解到如果望山景 即是後面就是嘉林山 是的 嘉林山這個位置 大概就去到三萬九左右 主要都是看樓層 明白明白 OK 那麼車位比例大概多少呢 車位比例呢 是夠用的 大概是一比一左右 一比一 是 即是剛好的 那到現在 都建議一股小朋友 買一套單位 都加多一個車位 因為現在這個中心位置 車位都是入冰雪的 是的 那現在立刻上去看看 也是 在這裡 坐到一陣子 然後另外一次 汲可以抓到一個車位 然後再大方 可以扔ass Shebola 不幸 非常棒 是 不幸 在這裡 我qua麻 中文字幕志愿者 现在带大家来到琴奥湾中心的三栋单位 现在就带大家参观这里的入户大堂 其实每一个屋苑每一栋大厦都有他们的架空层 我们不如现在带大家欣赏华法琴奥湾中心的架空层 字幕志愿者 大家来到琴奥湾中心的三栋单位 这里三栋是由三梯十栋来组成的 每一个栋形都是52平方的 现在带大家来看看 这里是22楼 我们带大家去现场体验到这里的一个景观和实景是如何的 不如先带大家看看07楼的单位 对了,22楼 这里有个入户花园,是陈送的 OK,再进来 我现在左边就是一个L型的厨房 刚刚好够用的了 因为这里是一房两厅一围的一个户型 52平方 进来可以看到客厅都算OK大的 因为这只这样的户型 都是适合两夫妻或者是回来度假的 适宜人份 客厅开家是三米 楼台的一样是三米 大家看看 这里主要是 拿景观 也要介绍一下 这里高层望回来 就是澳门的豪江景 可不可以看到 这里就是豪景 有没有观众朋友进去呢 OK,再看看 这里高楼层就是看豪江景和澳门景 低楼层就看我们这里的华法的园林景观 相信有了解过珠海华法都知道 我们华法的园林是做得非常OK的 而且它的回应也是非常正的 再看回这里就是一个干湿分离的 真正的干湿分离 现在所看到的全部都是胶内标准 包括镜柜 马桶 还有这个淋浴间 刚好够用的 它是52平方可以做到这样的空间 也是非常OK的 进入这间房间 可以看到这间房间是大概9平方左右的 可以放个咪八床 还有两个床座位是完全足够的 还可以加多个衣柜 稍后我也会带大家 给大家一个空镜 按摄影师给大家看 这里的示范单位有个概念 给大家 OK 现在再带大家 欣赏一个 景观非常之正 刚才我们都炒了很久 就是这里的10单位 OK 10单位可以拥有到一个非常舒适的景观 这个view非常之正的 就是山景 回形需要再多介绍 也是一样 又有户花园 其实这里 每一个 就是说这个三栋 它每一个回形 都是一样的 都是52平方的 一房两厅 一个厕所的回形 它的开间 也是三米 是一样的 厅的开间 房间也一样 大概都是九个方 进来 主要是带大家 看看这里的景观 是如何的 现在一看下来 就是 拥有一个非常之正的山景 是不是在香港 很少可以看到这么正的景观 有山景不重要 最重要 最夸张 是山景 连同一个澳门景 浩江风云 对了 不知道你们在澳门有否留下一个故事 OK 看完这个10 其实我们看过这么多个回形 这个10 我是比较个人推荐的 为什么呢 是拥有两个景观的 当然 这里这个10 看不到 这个 华法琴号中心的一个 园林景观 但是不重要 它拥有两个景观 就是一个山景 和一个澳门景 OK 再看看第二个回形 今天是为大家 极力推荐三个方向的一个景观 和一个回形 刚才有跟大家说过 这里是一个 三梯十户的一个 住宅式公园 亦是70年产权 是可以名火的 刚才我们看到那两个景观 不知道观众朋友有否喜欢 如果都是觉得一般的 那就不要紧 我们还有一个 都是极力推荐的一个 这个回形给大家看看 跟大家再简单说一下 这个三栋其实是一个 惠合式的 连廊的一个屋苑 可以给大家看看 这里的一个 结构 其实我觉得这样是蛮舒服的 因为这样的通风性 你走出来的走廊 的彩缸 是非常之够的 OK 刚才跟大家介绍所说 就是这个04回形 它们的架局 就不需要多讲 对 一样有个入户花园 我现在还跟大家 细节讲一下 这个 我们 国企画法的 一个交标 是的 我们看到的厨房 三件套 其实都在用一个品牌 叫方太 是的 方太是一个非常出名的 一个品牌 国企的 质量 就是不同 交流标准 不同 OK 再带大家看一看澳门电视塔 OK 这个弧形 它的景观 就是看到澳门的电视塔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里玩过 这个冰珠针呢 是的 这里可以 在玩冰珠针的 门片有多少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敢跳 对了 这个呢 除了看到澳门电视塔 都可以 低流层 都可以看回这个 画法的圆林 是的 对了 摄影师可以放大 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画法的一个圆林 非常之正 绿化也非常之好 对了 好 那我们现在已经看完这个 22楼的一个实景 一个景观 给大家 欣赏的 OK 以下时间都给大家 去看看 这里的一个 示范单位的空镜 请不吝点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在琴奧中心示範單位 回到銷售中心 我首先對這裏的感覺非常正 首先這裏就是一個十字門珠海的中心地標位置 現在琴奧新城銀景灣 賣的是34000至35000元之間的幅度 可以看到周邊的樓價 基本上是35000至40000元之間 而且這裏賣的都是一些大積的回形 而且在十字門這個片區 可以在這裏拿到地都是一些大型的建築箱 或者一些大型的項目 有甚麼大型的項目都可以看到 珠海的新地標都是在十字門 還有一個華發的會展中心 和華發的一些大型的項目 亦可以看到這裏十字門 其實都是由華發 基本上是由它來打造的 華發其實有了解到 它打造的都是一些大積的回形 現在華發琴奧新城 銀景灣現在造的三棟是53平方 一個住宅式的公寓 也是聞水聞煉 這個稀缺性 在十字門片區來說 是真的只有這三棟有這個回形 所以說現在35000元就去上車 我個人認為是非常值得考慮的 而且說回這裏的一個交通位置 亦是非常便利 首先它現在對望就是澳門 和澳門隔河相望就是200米 再看看旁邊就是橫琴 相信有關注珠海 或者有關注國家的一個中央電視台 一直都有說 橫琴已經列入一個叫做自貿區 現在深入和澳門作為一個連通連禮 就成為一個深度琴奧合作區 沒錯 而且這裏做的都是一個 將來會提免稅的 大家都知道 相對的企業 基本上納稅都是要立25% 在橫琴這個自貿區 現在納稅只需要15% 之後相信和澳門深度合作之後 有可能會成為免稅的地區 我們這十字門的位置 和橫琴都是一個隔橋相亡的位置 而且它的醫療配套 教學配套 和商業配套 亦都是非常齊全的 由一軌兩橋兩隧道三口岸五機場 而圍繞城的一個片區 一軌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非常熟悉的珠海地鐵 這個琴奧新城的銀景灣 大門出來就是這個城軌站 亦都是地鐵站 它是走地下的 兩橋什麼橋呢 就是港珠澳大橋和橫琴大橋 三口岸什麼口岸呢 就是拱北口岸、灣濟口岸和橫琴口岸 還有這個五大機場 就是澳門國際機場 香港國際機場 因為珠海就是唯一一個 港澳六路雙通的一個城市 所以這個三萬五元入手 琴奧灣新城這個銀景灣 是絕對物有所值 看看這個項目的香港觀眾朋友 如果Full Pay的話 只需要一百八十萬左右 就去上車 如果做分期便可以做這個按揭 給兩成的首期 都是大約三十六萬左右 剩下在銀行做按揭便可以了 現在大陸的按揭利率 都是大約三里七左右 是不算高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香港做直貸 都是三里五 不需要三里五 但提你們所要備的手續費和律師費 相對來說都是差不多的 如果想更加深入了解這個項目 或者大灣區的項目 可以上到我們香港的門市 或者去參加我們 街企士Vilson 記得都將這個 我們街企士頻道 分享給你們身邊每一位朋友 OK 想關注更加多灣區的生活 記得關注我們街企士頻道 今期節目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 歡迎各位觀眾收聽我們街企士頻道 那如果未訂閱我們頻道的朋友 可以現在訂閱賣 暗賣旁邊的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影片了